朋友们好 很高兴就跟大家见面了 也可以听我继续吹牛了 我倒是没怎么使劲吹 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我在吹牛 好我们今天继续向下学习 昨天这个云视频 大家不知道学的怎么样 是不是挺好玩的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我们要学的新的内容 显示结果到界面 我们之前一直搞了一些 跟GUI无关的东西 让大家觉得我在坑蒙拐骗 明明是PureQt开发Windows GUI程序 结果搞了半天百度语音识别 今天我们就迷途知返 我终于翻人醒悟 该给大家讲讲GUI的事 我一定痛改前非 好好跟你们讲GUI 今天这个学习目标 是掌握将语音识别 与PureQt结合的方法 我们前面做了很多铺垫 实际上就是为了能在这个 PureQt里面去开发这个语音识别程序 然后我们复习一下 面向对象编程 还有这个类相关的东西 类不是很疲劳那个类 就是这个面向对象那个类 英文叫class 然后将这个识别结果返回到这个GUI界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对我们已经实现的功能 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大家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这个 PureQt开发GUI程序的这个流程 初步的这基础的这个空间 大家基本上都已经掌握了 然后呢 向文稳框中添加任意文字 这个我们大家已经是小菜一碟了 还有就是我们上一节课学了这个 使用百度语音识别将语音转化为文字 这些都是我们已有的技能 好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 PureQt和语音识别啊 结合到一块 像和面一样给它揉到一起 然后把这个百度语音识别的结果 直接写到这个GUI中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这两个东西我们都有了 这个鱼和熊爪我们都得要 怎么做呢 解决问题 这么我想到的有两个思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也可以这个 我们一块可以讨论 首先呢 就是两个县城 GUI和语音识别这两个县城呢 通过这个Qt就对列 在县城间传递数据 GUI干GUI的事 语音识别干语音识别的事 语音识别识别完了之后呢 把这个文本通过这个对列 传到这个GUI县城 那么GUI里边呢 用一个这个Qt的Timer 定时的去把这个文本数据 更新到这个GUI中 这是一种方法 也是可行的 我之前用过类似的方法 方式二呢 就是将语音识别函数 变为GUI类的这个方法 在一个类内实现这个全部的功能 这种方式呢 是我个人觉得是更加紧凑模块化 也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思路 我们来看一下用这种方式是如何实现 这个我们想要说的这个把两个东西揉在一起的这个功能 好 为了节省时间呢 这个昨天晚上 我趁你们睡着的时候 偷偷的做了一个这个界面 所以呢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界面长成什么样 我把它放到还是这个MazPQtTest里边 有一个百度GUI 然后呢 这里边我们大概 大概先看一下这个UI文件 然后运行一下 看看这个我画的界面是什么样子 这非常简单 大家几下就能画出来 所以我也不浪费时间 再领让大家一步一步做了 这边什么英语汉语 这个放不放都行 因为百度它是 混合语言也可以识别的 所以这个还是做的比较可以的 这边一个开始识别 一个停止识别 我们这节课主要用这个开始识别 停止识别先不用 好 就这么简单一个界面 所以我就 大家现在已经基本上是 这个PQt开发的 这个比较熟练了 我就不在这个观光面前耍大刀了 我只能这个趁你们睡着的时候 我自己偷偷在这写一个 防止丢人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看到这个曹汉术 这边呢 是点开始识别 我这边只实现了一个OK 不见了 然后停止识别 我没有实现这个 所以呢 这一回报了个错 回头把它删掉就行了 这些呢 也都没有实现 都是not implement 就是没有识别 嗯 然后这边呢 我把这个 这一句本来应该是没有的 删掉吧 这是第二个按钮的 应该都是没有识别的 啊 怕死掉 算了 好 那么这就是跟我们之前的这个裸奔的这个GUI一模一样的了 啊 所不同的是呢 我把我们上一节课在这个myrecord里面这个所有的这个 需要的这个 嗯 扩展包都导入到这里面 也不知道扩展包 其实我们使用的这个模块都在这里面导入完了 然后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这可能用不到的 现在先不管 像这个 queen和threading time这些用不到 但是我们用的就是wave 啊 pure audio 这个number py呢 暂时也用不到 然后啊 就是跟上一节课这个询识别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我把这些 全球变量 都实现到这个类里面作为一个类的这个 呃 自由变量 放在这里了 那么这些呢 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是可以删掉了 因为我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 放到这个类里边了 呃 处理化的时候直接给它呃 处理化了一个我们需要的这个值 呃 而后呢 我们看一下怎么把这些东西揉到这个里面来 好 我们就从我们昨天这个文档开始 首先这个savewbfile的有吧 我们直接把它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调节一下搜索 然后作为类的这个呃方法呢 这个第一个参数默认就是这个savewbfile 所以我们要调一下这个呃 调完这个之后呢这个file name和data还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不管它了 那么这个record的这个函数就是录音的这个函数 我们也把它变成这个类的方法 这个过程呢也是 是一样一样一样的 调过来之后呢 首先还是一样 实力的传给自己 好 那么这里边有个注意的小事项 这个time得用savewbfile.time了 我们已经把这个定义在这了 是2 然后其他这些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啊 也都是savewbfile.frame rate savewbfile.nomersample 把这个全局的注视掉 不要了 然后这些channels这些都不变 然后frame rate 然后是这里也是一样 更改过来 好 都使用这个类的模式去更改 然后这边呢 savewbfile就调用的时候 就直接调用自己的方法就好了 那么传递给他这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 名字和这个 mybuffer 就是把这个列表传递给他 好 处理完这两个了 我们再往下 这个dumpRest 那么这个呢 我把这个函数进行了一下升级 升级的版本是 我直接从其他地方的那个输入了 升级的版本是这样的 如果他报错了 把每个错误都 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函数变成了这个样子 同样这个self 我刚才在那边已经改完了 然后这个这不是健康方法了 我们就让他变成一个类方法就好了 然后如果有这个三数的话 我们如果有这个错误 错误序号不是零的话 说明他是有错误 我们就根据他这个错误序号呢 把这个错误打定出来 然后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 这个 把它的识别结果打出来 调下速记 OK 那么这个函数也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之后 我们再看我们这个 gettoken 同样的复制过来 然后调搜紧 treserve给他 这个usecloud 也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呢 复制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看下 view.open 这个 然后get frames 然后这个 这个都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的这个头 也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注意一下 这个注意一下 dump rest 这个要调用自己的这个self 的 其他的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此改完了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调用 这个 从这个GUI里面调用这个方法 我们现在看啊 这些都已经是 好 这样看舒服一点 我们已经把这个 保存v文件的这个函数 还有录音的这个函数 还有这个读取显示结果的这个函数 还有这个get token这个函数 还有这个usecloud 就是这个调用云段NPI 这个函数 通通变成了一个 通通变成了我们这个 main window 这个类的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在这个实现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通过self 这个来调用他的这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啊 如果 我们想在这个 开始识别这个按钮里面实现这个 录音到识别的这个过程 那么如何操作呢 当然是首先找到这个操盘数 然后 先录音吗 不是 我们就先 先录音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录音 有没有效果 然后运行一下 正常 如果 如果有效果的话 我们点击这里 它应该有一些小点 提示我们这个程序的录音状态 好 我们试一下 OK 出来了 麦子学院 百度语音识别 channels is not defined 出了个小错 self的channels channels 这个地方 改成 自己的自己的这个 我们把前面的都给注释掉了 所以这里要 都改成这个类的这个色变量 OK 再来一遍 不要怕出错 有错误改掉就好 麦子学院 百度语音识别 OK 这个点已经停止打一览 那么顺便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找到这个文件夹 OK 这里边有01 原来这些是我进行测试的时候出来的数据 但不管的 我们看我刚才说的 录不录 麦子学院 百度语音识 尾巴没有录到 不过也不碍事 好 这个说明我们这个录音已经 成功的移植过来 并且没有问题了 录完音之后 我们 对它进行识别 use cloud token这个参数 我们得给它传递一个 直接调用self的gettoken 好 看一下 麦子学院 OK 已经调用识别程序 如果有错误的话 它也会把像样的错误打印出来 没有错误就把结果打印出来 我等的花都卸了 这结果还没返回回来 我们在耐心的等一会儿吧 有可能回来 结果也有可能是个报错 这一行打印语句是我们 这个use cloud里面 use cloud里面有一个 打印语句 那么我们的这一行呢 运行到哪儿了 现在目前也看不出来 哎呀 这个就比较旧心了 运行到一半卡死掉了 嗯 卡死掉了 我们就 不等它了 直接把这个进程解掉算了 OK timeout了 把这个结掉吧 我们再看一下 再试一次 麦子学院 百度语音识别 这个结果还是没有返回来 也没有错误提前 这个今天遇到了灵异事件 token等于它吧 这code是不需要参数的 use cloud 这些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c5file有没有问题 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 老是超时 这是什么情况呢 测试百度语音 没问题 我先感觉到那边 我觉得我们在没有答ения 那边 稍后 有什么东西 那边 那边 我们的问题 我们 他就像 感谢观看 那是我们的key填错了吗 看看去 77A37结尾A1结尾UF开头 没有问题 我们老是timeout 我是不是断网了 也没有 可以不用这个了 不用这个也不要紧了 他为什么老是反应不过来呢 我不是很理解这个问题 HeadRF Lens 测试百度语音 这个老是超时 接下来 接下来 Connection with the ball 我都停掉 测试百度语音 OK终于有了 这是我原来可能有个程序有问题 原来有个现场没关 干扰了 我们再试一下 麦子学院百度语音识别 OK那么搞定了这一步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把这个程序返回的结果 显示到这个GUI界面上 那么这个相当于是很简单了 我们在这里直接Self.textbrowser.apand 这个词可能拼的会有问题 我直接去这里查 防止出错 看一下我是评错了 好像也没评错 不过不就不管它了 直接把这个加进去 mylisting 然后我们看一下百度语音识别 嗯在这儿了 麦子学院 OK 那么这个就是已经达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效果 用百度语音识别和GUI配合起来 把这个识别结果显示到这个界面上 中间有了一点小波折 不过不要紧这个我没有把那个线程关掉 所以它一直站着这个我们的这个API key 好这个 嗯 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已经搞定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课后练习 课后练习是尝试一下使用方式一解决本课程的问题 这个方式一两个线程的GUI通过QIN对列 在线程间成立数据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一下 这种方式也可以实现我们我们本节课的这个功能 好 那么这些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